婚姻的狀況天天都有 不能看IG 哈哈哈哈 IG不講 二十年有什麼感觸嗎 遇到那麼久 我自己也都不太敢相信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然後說沒有變是不可能的 但我覺得我們都很努力 在維持好的狀態 然後希望都可以多一點正能量 JT秀有二十年以上 你知道我跟憲哥主持的 那個有沒有二十年啊 我看到我結婚的時候 我都還在主持 十多年啦大概 妳最近看他這麼瘋狂 把子弟兵全部送到金鐘獎 有什麼感覺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都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他那時候我的一心 都還記得他那時候 在發展他的LED事業嗎 他一收工就帶我們去參觀LED的工廠 跟LED的人開會 我真的都不知道 他那時候 我想說你每天這麼分心 到底 他說我有工廠了 帶我去看工廠 所以如果當時的憲哥 有像那麼努力的 在栽培孩子弟弟 這樣栽培我的話 這不是今天的我 但是可見他都有私心 你看Sandy現在這樣子 他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 要跟Katzen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 真的是 這就跟憲哥還有聯絡嗎 其實 他沒事都不會要聯絡 我還有要賣產品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的 就是偶爾聯絡一下 有啦 我會跟他問安 畢竟他是一個很好的長輩 所以你真的不會回來了嗎 終於 不會人回來主持節目嗎 會啦 我這麼好笑 你們有發現我其實真的很幽默嗎 對啊 我們等很久啊 還是因為你太貴了 我也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一下我的價格 對 其實都可以恰臺好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IG有寫一句什麼 離開是為了最好的相遇 然後就被網友猜錯 是不是婚姻狀況 有一點 因為我在斷捨離 婚姻的狀況天天都有 不能看IG 哈哈哈哈 IG不只 我在整理我的家 那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真心捨不得丟 我一看到留了好幾十年 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真的離開的話 就會更好的相遇 因為你的衣櫥才會有地方化新的消遇 因為婚姻我們每天都會發生不一樣的狀況 如果這樣有安慰到你也很好 我們一起加油 哈哈哈哈